而除了表演嘉賓出現了一點小插曲之外 在國慶焰火的部分也是有一點小小的狀況 因為原本是預定說這個施放焰火的時間是晚上8點 沒有想到昨天晚上實際施放的時間 卻是足足提早了20分鐘 再加上舞台面相還有動線等等的問題 讓許多當時在現場或是在網路上 等候的民眾是措手不及 也在網路上引發了討論 對此台中市政府則回應了 國慶焰火活動是國家的重要慶典 民眾是國家的主人 邀請民眾欣賞焰火為國家慶生 因此昨晚致辭的總統蔡英文 台中市長盧秀燕 立法院院長尤錫坤等人 都特別體諒大批酒後的民眾 致辭力求精簡才會導致 較表定的時間提早結束 而之後主辦單位考量整體的流程 以安全順暢為優先 隨即就進行了起泡儀式 並施放36分鐘的完整焰火 不過由於比表定的時間提早20分鐘施放 許多民眾還在趕路中 根本來不及到達定點 都感到相當的錯愕 對此台中市新聞局長鄭兆欣就表示 確實因為各種節目問題有提早的狀況 後面的節目流程為了連貫性所以繼續下去 而煙火施放提早20分鐘 導致民眾來不及觀賞 探稱確實在流程安排上有瑕疵 市府對此表示歉意 而昨天晚間的國慶焰火 原定在煙火施放期間 會有無人機的表演活動 不過卻因為有20多架的無人機硬闖 影響了訊號導致表演取消了 不過事實上 昨天警方出動了人力整晚攔截之外 民間的科技公司還出動了大型反制戰 能夠反制的距離更遠 而且還可以鎖定操控者的位置 是國慶晚會擊退近60架無人機的義大利企 將近60架不明空拍機 應闖國慶煙火管制區 螢幕上顯示全是不明空拍機 現場人員透過手持反制器 與酷似小型飛彈的反制戰 將不明的無人機全數斷訊擊落 國慶煙火3萬836分鐘 璀璨綻放 吸引民眾強悍 但原定無人機表演卻臨時取消 台中市府說明 從晚間7時30分開始 陸續有超過20架不明空拍機 入侵中央公園上方 造成非常強烈的訊號干擾 因為安及現場人員安全考量 只好取消無人機表演 台中市府統計國慶日當天 包含釋放煙火的期間 總共有五六十台不明的空拍機 硬床管制區 但市府團隊早已有所準備 出動危安警方 以及民間的科技公司黑鏡 將這些不明的無人機斷訊擊落 接著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看到我們掌握的獨家收集 美食賣場好市多年度最大的盛事 就是黑色購物節嘛 相信很多人每年都會很期待 在這個時候可以來搶個好康 那他們現在也宣布了 今年將會選在11月20號起 正式開跑今年的黑色購物節 而且時間同樣是持續長達 一個禮拜的時間 讓民眾可以天天買到手軟 好市多2023年的黑色購物節 將從11月20日起到11月26號 連續七天在全台門市登場 不過目前只有確定開跑的日期 其餘包括優惠品項 折扣 還有限購等資訊仍然保密到家 不過往年都會在活動期間 提前一天曝光隔天部分的下沙品項 讓消費者可以提前得知 隔天有哪些東西必搶 列出購物清單 而好市多去年的黑色購物節 光是第一天就寄出了百款商品 通通都可以享受到超便宜的優惠價 包含了家電3C 生活用品 精品 還有生鮮等等都有 而其中 家電類更是讓民眾買單賺到 像是由電視直接限責6萬元 等於買到賺到 今年肯定也要把握機會好好挖寶 接著轉換焦點 帶您來看到的是 電池大廠加百玉的千金黃靜蓉 被週刊爆出 和舊市下屬大搞不倫烈 證明下屬他的原配 就僱用了甄信社更肩發現了 兩個人在兩個月內 多次是有開房間 而且就因此份而提告 而黃靜蓉雖然在法庭上 辯稱說他們兩個會去摩鐵市 為了提供離婚以及教養的一些建議 不過卻被法官打臉判賠 也意外讓他的接班之路出現危機 電池模組大廠加百玉董事長的女兒黃靜蓉 擔任加百玉高層 幫助公司轉型 被視為接班人選 前途一片光明的他 竟被爆出和已婚下屬 大搞不倫烈 跟一起上摩帖 根據《鏡周刊》報道 黃靜蓉和下屬林楠 以前就曾是同事 三年前黃靜蓉更邀請林楠 來加百玉當副處長 沒想到半年之後 林楠就對妻子提出離婚 而林七覺得事情不單純 並委託真心社調查 結果去年二月某日凌晨 真心業者直擊林楠 開車進入汽車旅館 而副駕駛座上的女生 正是黃靜蓉 讓原配忍無可忍 直接嚇到摩帖 想要來個人贓巨貨 衝突一觸即發 更引來警方關切 當時黃靜蓉和林楠坐在車上 林七則在車外 拿著手機錄影怒嗆提告 警方除了請林七冷清之外 也要求黃靜蓉和林楠下車說明 但黃靜蓉僅透過車窗的小鳳 以微小的聲音回答問題 最後更直接把眼睛閉上 不再回答 最後林七控告黃靜蓉 侵害配偶權 而黃靜蓉反控林七 強制及妨害秘密罪 正常轉移到法院 黃靜蓉坦承 有和林楠去汽車旅館 但只是給林楠一些 禮婚訴訟和家人 教養的建議 沒有做出預局的行為 自己並沒有侵害林七的配偶權 但法官不接受林靜蓉的說法 認為黃明知林楠已婚 卻多次和其深夜單獨會面 甚至寄摩帖 且兩人退房之後 床鋪被入凌亂 明顯有使用痕跡 今年6月判決黃靜蓉 需賠償林七40萬元 對於不能風波 黃靜蓉回應近周刊 是林楠跟林七的婚姻 早就有問題 林七不反省自己 所才敲詐不成 才下院暴富 接著帶大家來看到 高等法院在9月28號的時候 對這一位氣包欠逃的 國保集團總裁 朱國榮發布通緝 而且效力是長達30年 那不過朱國榮的事業新夥伴 也就是在亞裔旁邊 照片這一位的超跑達人周哲男 他在日前的時候 就向警方自首了 他坦承說 這個朱國榮 他在9月7號下午3點 最後一次到台北市的 三張禮派出所報到之後 就由周哲男協助開車接應 那接著 鏡周刊就持續追查 追查之後就發現了 當時朱國榮 他就從台北市 搭著周哲男的車 就前往基隆的八斗子遊艇港 行程碼頭 接著他就搭乘了豪華遊艇出海 中途為了躲避追查 他還曾經一度換車 整個過程 簡直就像是電影情節一般 國保集團總裁朱國榮 涉嫌松岡超股等案 累計被法院裁定以5億元交保 但身價上百億的他 9月初起保潛逃 邊往海陸空等各種交通工具 頂達萬里之外的南太平洋島國 過程宛如電影情節 根據《鏡頭看》報導 朱國榮的事業新夥伴 超跑達人周哲男 於9月底向警方駐守 共生朱國榮 9月7日下午3點 向三張禮派出所報導後 就由他開車接應 前往港口搭船 周哲男的心腹透露 朱國榮是從基樓八斗子遊艇港 行程碼頭出海 搭乘豪華遊艇到台南安平真部 在一路往南航行500公里 抵達菲律賓北部的度假聖地 老沃 朱國榮在這裡和女友萱萱 一家團聚 智智男未造的香港護照 搭機轉往老沃南邊500公里的 北律賓首都馬尼拉 在飛往6000公里外的雪梨 最後轉機抵達澳洲東北部 約2600公里的萬納度 知情人士指出 朱國榮的逃亡過程 顯然經過進行策劃 一路都有先前人員在當地接應 根據《鏡頭看》報導 朱國榮搭上了遊艇 基隆當地盛船是由周哲男等人投資 以300萬美元 將近新台幣1億元滿下 巧合的是朱國榮9月7日逃亡 周哲男隔天就就任國寶集團旗下的 松岡公司董事長 監禁正根據他的供詞 全力棄捕朱國榮 也要追查周哲男有沒有隱瞞關鍵案情 而這次協助朱國榮落跑的這個超跑達人周哲男 其實他大有來頭 他因為熱愛超跑 再加上本身也是賽車好手 於是他在2012年成立了極速超跑集團 也曾經辦過超跑雜誌 富豪超跑團到國外比賽 在超跑圈頗有名氣 也為他帶來了不少財富 就了解周哲男是國內資深GT車手 在2012年成立了極速超跑集團 主打超跑保險服務 還辦過雜誌 組過富豪超跑團 甚至跨界贊助 跆拳道 因為他小時候也曾經是跆拳道選手 還曾在比賽中得過獎 不過周哲男在2015年間 被國內知名超跑收藏家 犯方中控告販售有瑕疵的 二手法拉利 當時臺北地檢署審理後 最終予以周哲男不起訴處分 而在2017年2月間 周哲男再度登上媒體版面 他花費1.7億元 在臺北市名人像之一的 朱倫街購入豪宅 如今周哲男捲入朱國榮遺案 關於案情細節 仍有待相關單位 進一步調查釐清 而根據《金周刊》的調查 朱國榮在抵達菲律賓之後 他是化名為香港籍的 陳先生Mr. Chen 他拿著假護照 跟他的嫩妹新女友 也就是照片中的這一位 萱萱 兩個人是帶著兩個人 剛滿月的兒子 遠走高飛到萬納度 那到底萱萱 為什麼會成為 朱國榮的新歡 據說原因是因為 他有一項轉場 70歲的朱國榮 在逃亡之前 曾經帶著31歲的 陳姓新女友 萱萱與兒子 請親友喝滿月酒 當時他就顯得離情依依 除此之外 他也曾經密集的出現在 基隆八斗子的遊艇碼頭 並且多次的登上一艘 85尺長的豪華遊艇 與新女友 萱萱和兒子一起開派對 頗有演練全家三口 搭遊艇出境的意味 但是因為兒子才剛滿月 最後萱萱母子並未隨行 而《金周刊》調查 朱國榮的女友 萱萱是1992年出生 9月7號 朱國榮最後一天到警局報導時 萱萱都帶著兩個人 剛滿月的兒子搭飛機到香港 而知情人士指出 萱萱姓陳 今年31歲 深得朱國榮的寵愛成為寫內助 除了因為年輕貌美之外 最重要的是 萱萱會講朱國榮老家的廣東話 因此朱國榮在離台前 就經常帶他出入公開場合 而兩個人最後是成功騙過 菲律賓等國海關 僅有澳洲等地 抵達萬納度 轉換焦點帶大家來看到一起 讓人爭議的話題事件 YouTuber超哥呢 他號稱是全台灣最有錢的YouTuber 沒錯 那他其實在今年的時候 他就開幕了一間 這個連鎖的炸雞店 當時就有很多粉絲去朝聖 那最近呢這個Toys 他就化身為這個美食公道博 他就到了這個超派炸雞店去試吃 沒有想到呢 卻是意外拍到這個炸雞店的店員 疑似是將廢油倒入到水溝裡面的畫面 就引發了網友的討論 那網友呢看完之後就紛紛留言說 哇這一集真的超派的 沒有想到最後居然還有彩蛋 YouTuber超哥堪稱是全台最有錢的YouTuber 在2023年創設連鎖炸雞 近期卻被知名直播主Toys 意外拍到店家疑似把廢油倒進水溝 對此超哥集合夥的炸雞店先後發出聲明 針對事件致歉並駁斥倒廢油一說 而Toys日前則再開直播 預告會跟團隊協商 在自家飲料店十九茶屋 以超派人生為靈感 上架新飲料超派油切草麥茶 或是結合鳳梨變成超派Apple冰茶 此次直播吸引不少粉絲觀看 網友除了在留言區發表自己的看法之外 也紛紛狂刷超派 對於被Toys抓包員工倒廢油 超哥合夥的超派炸雞新竹巨城店 在8日也發布了道歉聲明 並且表示他們由於廢油公司簽訂契約書 固定請人來回收廢油 所以絕對沒有把廢油倒入水溝這件事 超派炸雞新竹巨城店發聲明表示 下班時是將清洗油鍋的泡沫水倒入水溝 在水溝上流下殘渣導致觀感不佳 對此非常抱歉 而實際上泡沫水倒入水溝 依規定也是不允許的 同時也強調公司由於廢油公司簽訂契約書 有照正常程序做 廢油都是固定請人來回收 不過超派說此時說再多也都沒有幫助 只會讓人覺得是在爭辯 但只想說我們絕對沒有把廢油倒入水溝裡 哈佔 哈佔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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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